浪子母亲的祷告 取才子莫非在永恒中堵你 为浪子祷告 耶稣没说 但相信一定有浪子的母亲 母亲为浪子祷告 最顽强不弃 也最迫切刀戌 因为深知自己不断对抗的 是孩子自以为是的无知 以及自由意志下的恐怖选择 正如奥古斯丁所说 人唯一可以失去神的方式 是离开神 如果离开 他能去哪里呢 他只能从神的喜悦 跑入神的愤怒中 如何能不忧心 母亲也最容易有罪恶感 会为孩子的失败 自我控诉 却忘了伊甸园的完美家庭环境 有着完美的天赋 却依然出现一对悖逆的儿女 神对母亲祷告的回应 常非当即所求 为要成就那真正所求的生命 在神的时间 在神的时间 用神的方式 岩石是为在浪子的心中 先要树立十字架 也要在母亲的心中 先建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祭坛 所以要学习放手 意味着 眼看孩子在自己选择的生活中挣扎 吃荆棘餐 与狼为物 在生命的撕裂中 长出智慧 但放手却不放心 仍要坚持地为孩子守望祷告 如此 从母亲伏地的肩膀和两背肩 会为孩子伸展出一条路 即使回天家 神的回应仍在天地间 于音缭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